主料,鸡腿3克,蒜香烧烤酱30克,主料,黑胡椒粉2克,食品帮便带一个,生菜,制作时间,2小时以上,把鸡腿洗干净,再用热水给烫一遍,把鸡腿上的水分擦干净,放上黑胡椒粉,然后再放上20克的枯条00蒜香烧烤酱,把鸡腿装进袋子里,用手进行轻轻的按摩几分钟, 再放进冰箱冷藏4小时,如果时间充许可以放一夜,再做,4小时过后,把鸡腿拿出来挂起来烧风干鸡皮,烤盘上铺上锡纸,放上鸡腿上面纸上5克的烧烤酱,用刷子把酱给刷匀了,把鸡腿的后面包上锡纸,烤箱200度晕热5分钟,然后放入鸡腿170度中层,进行烤制20分钟, 拿出来再刷上一层蒜香烧烤酱,鸡腿再放入烤箱,用160度中层烤10分钟上就可以了,最后好好拿出把这生菜铺在鸡腿的下面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烤时要用160度的温度慢好,温度高了,会导致外呼里面没熟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